而信实公益协会日前在吉安乡 牧业平安居办理了感恩茶会 获林县长许正位以及吉安乡长游书贞都出席了感恩会 理事长李瑶女士则是表示 由于花莲县政府运用了公益彩券回馈金补助 办理了牧业乐活居 牧业平安居 牧业和平居等三处的服务据点 让身心障碍者享受了更幸福的社会福利与照顾 社团法人 花莲信实公益协会 由花莲县政府运用公益彩券回馈金补助办理 三处的服务据点 工作人员在12月的到来 开始策划一系列的手作活动 包括制作雪人 制作圣诞树 圣诞帽 圣诞节等等的装饰 并邀请县长吉安乡乡长 县议员 民意代表以及身障家长等人一起同乐 让身心障碍的大朋友们 体验不一样的感恩节快乐气氛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来宾 还有我们贵客的力量 感谢 期待我们社团法人 现实公益协会 日日昌盛 虽然说这个业务 实在不能用 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 但是就是希望说 能够给我们这些 参加活动的这些学员 能够身心力更加的提升 县长也表示 身心障碍者要融入社区 生活并不容易 除了要有专业的照顾与学习 最需要的还是邻里的支持 以及社区网路的建立 透过多元的资源 像是人力 物资 社会资源等 让服务使用者 及家庭照顾者 获得及时 适切的帮助 就是说我们希望是收18分以上 已经可能在学校毕业了 可是他没有再继续往上去升学 而又希望他不要再加粮 让机能退化 所以能够还是融入社会社区 也跟我们的社会社区 来共融融合生活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 一个生命跟生命一起 共同学习 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才会更加精彩 同时也有助于 生脏日照的服务推动与发展 记者凌桀 金安湘 采访报道